周小姐 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下 我觉得星云还不错啊 听说之前 星灵湖的画面就很棒啊 制作水平还挺好的 可是星云前段时间刚吃了官司 听说很多投资方都已经撤资了 也是 他们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 哪有心里做出好的作品 不好意思啊 我想请问一下 星云到底出什么事了 听说是版权问题 他们老板好像为了赔钱 把自己家房子都给卖了 对啊 而且有好多投资方 因为这件事情都撤资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就前段时间 我看哪 星云这次是真熬不过去了 也太可惜了吧 原来这些事 他一直在自己默默承受着 我居然在他最难受的时候 选择了离开 关于天堂街十九号的改编 我们的原著作者周建青小姐 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啊 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对我作品的认可 其次对于作品的改编 我还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跟我创作理念相合的诚治方 如果可以 我想建议跟星云公司合作 周小姐 您可能不知道 星云动漫最近官司缠身 这个事恐怕 我信任星云 我之前在星云工作过 不过我选择他 不是因为他过去的成绩 或是现在的处境 是因为他们公司老板 对于原创作品的坚持 行 我们信任周小姐 接下来会尽快和星云的人接洽的 来来来 大家聚一下啊 聚一下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颜 以后就是我们星云背景设计的助理了 大家欢迎张颜 欢迎 谢谢大家 请多多关照 好好加油吧 嗯 顾总 您的咖啡 什么事 顾总 我是这样觉得的 这 毕竟是清兴的作品 如果清兴能来公司的话 说不定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我们只是刚好接到未来动画的成织邀请 这件事情和周建行本人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这可是清兴的心血之作 如果能把他请来的话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作者的想法和诉求 而且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和他已经分手了 他现在 只是我们接到中毒案子中的创作者之一 我们现在没有权利去麻烦创作者 如果能请他来 是不是意味着我还能再见到他 好 那么 现在